一个人的烦恼往往是出于一个人的恐惧心理 或者是他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像一个内心比较复读的人 或者是内心有着非常有安全感的人 他是不会出现那么多烦恼的 他们是比较乐观的 比较积极的 所以说这个烦恼的这种情绪的根源 是在于一个人的安全感 并不是对于你眼前事情 会出现消极一面的一种 预感 不是这种预感 反而你过多的这种烦恼 会影响你自己的思维判断能力 就对于你眼前这件事情的判断 你这个心态 你想一个有着积极心态的人 去做一件事情 和一个有着消极心态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的结果 可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你这种烦恼 你这种思虑 你这种顾虑 反而会导致这件事情 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 反倒是因 这个事情出现不好的结果 它是果 大家要明白这个因果关系 你这种烦恼的结果 你这种烦恼的结果 你这种烦恼的结果